为您介绍这一位用照片用影像来说故事的慈悸志工 吕桂树除了用摄影镜头来记录慈悸大藏经之外 他也用镜头来保留客家历史 吕桂树是一名客家子弟 长期在客家地区当志工 记录下许多客家长辈的勤俭与坚韧 还有逐渐消失的历史文物与建筑 就怕下一代忘了本失了根 头发花白 戴老花眼镜 这是哪一台的摄影 这么自身 不像时下采访 因为一般小毛头记者 对于99岁奶奶如何走过一世纪的背景 所知实在有限 可不是 现在的记者有几个人喂过猪 所以如果想保存时代脚步 除了有心 能够理解才是重点 对以前的好多都给肚子 对啊 以前那个都是养住的 哪一个菜 就怕世代交替有断层 有鸿沟 最大的心愿是 别让下一代只有当下忘了来处 我们开心农场很像没有这个菜 所以事实上你是多久之前有来记录奶奶 已经大概12年了 12年的差别 奶奶手边多了一只拐杖 我旁落了高楼大厦 你看旁边都已经变成新的建筑物都取代掉 我们很可惜这客家拥有的建筑物 那是代表可不可以留下的根了 以后后代子孙怎么讲 讲都讲不清楚了 讲不清楚的还有饮水思源的精神 那你紧水从这边捞起来 就这个斗 然后经过竹子这边 然后这边再转弯到厨房里面 里面还有一个大水槽 那一个冷于这一个 这样的启示是设计始终来自人性 还是浪费其不轻易 以前小方设法 减少挑水的苦 用水 自会斟酌 以前买卖都是用这个秤子 这个几公斤 多重 这个还挺重 你看这么小为什么还蛮重的 五两 以前每买一物都得秤金论两 现在宅配团购总是吃神浪费 又怎能理解酱油拌饭 咸菜果腹的苦日子 以前那母菜是要继续乳酸炉 乳酸炉的 对啊 乳酸炉 乳酸炉 是一个富士啦 这是拟家长的吗 对啊 上班的家长 上班的家长啊 记录简约生活 当然包括爱物习物 这是拟家长的吗 对啊 上班是这样不像家长啊 不很直接啊 要动家长啊 还有 没人来哟 这才有几年啊 那才有七十六年而已 特别在家长的旁边 身处时间河流 难察觉心肠小物 已成古董文物 心情没有 除了记录影像人生 还常参与 慈善赈灾 收获也很另类 这个叫在贵州 这个叶子叫杀人啊 吃着客家菜包却冒出惊人之语 还把我们带进树林 说故事 真的是很劲爆 竟然叫杀人 更劲爆 整个村庄的这个杀人 竟然可以使他的经济来源 我想 这么渴 这些人真的残忍了 那杀人来当成职业 还可以来致富 搞半天 对岸把月桃叶称为杀人 是用来救命的中药材 爱说故事的本事 如果能让更多人知道 此案和彼案 误会能变少 这一代和下一代 共同性能增加 所以以前年轻人不会去爬 爬小姐 就用这三歌来唱 就唱三歌来追女孩子 这样子 不够了就不了 对的是 无论你几岁 只要开始 都不迟